Logan, 大家好, 你們好, 見到了 Hello, Hello, 不好意思, 遲了大到, Sorry, Sorry 我們現在要回來看看 人生有選擇, 生活就是選擇 你好, 你好, 你好 我們其實早兩天已經宣布了 和大家說, 今天我們是非常非常之好朋友 好朋友, 超級好朋友 楊瑟琳先生, Joe 出現在寶姨媽子與Tina的生活雜誌 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的點滴, 給我們很多的意見 Joe, 先跟大家招呼 寶姨媽子, Tina, 兩位好 多謝你先邀請 雖然我們現在說, 不是一個很大型的電台去做這個直播 但是當初其實都要涉及很多的安排準備 你們也是很有心的, 多謝你們 讓我可以經歷一下什麼叫Facebook直播 就是這樣想 其實我們幾天前接觸的時候 為什麼我會找Joe呢? 我認識了Joe幾十年了 幾十年了 幾十年了, 當然了 無三成幾 我們十幾歲已認識的 在TVB的時候, 我們大家做同事 阿Joe, 大家都知道, 他是做香港早上 當然是 我就是做都市行程 頭腐女生之後, 轉都市行程 我就是看這兩個節目 我們是隔離廠的 他做直播直播, 輪到我們接著 所以, 常常都嗨嗨嗨嗨, 台慶節目 我們一起玩 沒錯 然後大家就熟悉了 這些就是幾十年前的事 但因為相識了, 覺得這個人很容易跟別人溝通 都可以 他很容易跟別人溝通 他有很多的話題 他有很多不同的見解 對, 我覺得這個人很興奮 當然, 在幾十年的生命中 認識了他這麼久 他帶給我很豐盛的一個 不是說什麼人生 而是交朋友的感覺 這位真是我的紳士資格 沒有他, 我可能玩完很久了 多謝多謝 他又帶我認識主 這也是最大的恩賜 我就是我的天賜 這次邀請Ju來跟我們分享一些點滴 就是因為我認識他的人 他是一個很positive 無論發生什麼事 他都有一種思維調整得很好 你知道現在疫情 一個這麼長的時間 我們大家都抗疫疲勞 Tina這麼positive 我想說 我有東西想說 他最好每晚點擊他都舉完 對, 我昨天才舉完 他就利用這個途徑 來抒發你的屈悶 因為不可以點擊找朋友聊天 你屈悶 我覺得在這段時間 今天邀請Ju上來和我們去 請教一下他 不要客氣 有什麼可以幫我們調整個思維 不過請教之前也要做一些訪問 你去哪裏? 在電視上不見了 你去哪裏? 我一直都在香港 我明白 我明白 其實應該這樣說 我在去年 去年意思就是 九月 我就離開了 我們大家 都稱之為大台的地方 離開之後 因為覺得差不多了 有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的時間 其實想改變一下工作的氣氛 或者給自己一個小優 亦都在那段時間 適防香港的疫情 各樣的原因 所以我自己 純粹在工作的部分來講 都可以說幾乎全部都停了 但是停了這個工作 與此同時又開心的 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給我在一些不同的機構 我們說出機構 其實都是有一個宗教背景的 基督教背景 我們稱之為一些其他人 叫做慈善團體 我們這些機構 都去做一些服務的工作 但是都希望帶著一個信仰 去跟別人去分享一些關懷 甚至乎現在坊間很流行所說的正能量 就是這樣 有幫別人下飲 有做一些錄播的訪問 希望 你知道這段時間 大家都 有些人會鬱結 有些人不開心 有些人甚至乎覺得 哎呀好像很沒有盼望 我覺得其實人生高高低低 是經歷很多不同的狀態 開心的時間 叫你笑很容易 是吧 但是在客觀環境 真的沒有什麼 令到你開心的時候 都是可以有些力量去生活 我覺得 人與人之間互相支持 是不少的 所以我能夠 在這些機構 去 給我這樣的機會 我去 叫做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叫做 發揮到少少餘力 無論怎樣都好 我覺得是互相 裡面有一個鼓勵 你有些什麼想請教 還有我跟他很熟 其實我來的時候 我就剛剛想到 如果你要我背台 我真的背不到 我的人是很討厭的 我就是覺得這兩天 我都好像是單單的 為什麼呢 很多原因 工作上面 或者是整體經濟狀況 打開新聞 幸好疫情就穩定了 我就覺得很開心 今天可以和阿Joe開直播 因為我都說 早兩天跟你談過的時候 你說了幾個點 我都覺得 哇 受用 就好像你說 人生是可以選擇的 還有 你就是說 現在科技是很先進 但是科技先進了之餘 好像人與人之間 溝通又不同了 反而是 有好有不好 還有就是 到底 一直以來 你追求的東西 有些人是追求錢 有些人是追求健康 有些人是追求任何任何的東西 到底這些追求 是帶給那個人 那個生活上面 是有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們說了這些題目 我嘗試 綜合你兩個所謂的問題 我想大家討論一下 人總有經歷的經歷裡面 有開心的 有不開心的 我也提過 但是 我想如果你去問任何一個人 你是不是經歷每一件事 都是開心的呢 我可以確定答你 不是 因為每一件事 我們都不可能開心 但是他個人本身 可以經歷任何事情 他個人都覺得可以開心的 或者是平和的 那就已經是贏了 譬如你說 追求一個目標 每個人的生活的目標 都很不同的 當然在香港 或者我們叫一個資本主義的世界 我想大部分都是 錢很容易 賺錢如何如何 首先我們 時間關係 或者各樣原因都好 我們不評論這個目標 所謂對 或者錯 有時候都很難說是對錯 但是有這個目標 你去努力 OK的 有些錢幫人很好 這個目標一定是對的 但是你有一個目標 是不是一定能夠實現得到呢 其實我想 實現到所謂你的目標的人 在人生裡面畢竟都是少的 我們很多時候會邀請一些朋友 上來聊天 帶來聊天 你看他多勤力 多努力 經過多少艱難 結果他今天就這樣的成就 為他鼓掌 這是真的 但是我很相信 在他以外 有很多人跟他一樣 都是這麼努力的 甚至乎可能比他更加努力 好像我 但是他完全不行 得不到他 他心目中那種目標達成 為什麼呢 我們不要問為什麼 我覺得人生很多事情 不是你控制 所以說你有目標 要努力 那就努力了 但是我覺得在心裡 一定要有一個 有一個認知 目標你可以定 但是這個目標 是不是能夠 讓你容易達成得到呢 我想你要放出來 當然在你有宗教的背景 信仰會比較容易 但是就算 縱然你沒有這種 宗教觀念也好 人生你慢慢 做了很久 你就會感覺到 這個世界 不是 只是為你而做 就是說 不是你要什麼 就給你什麼 不是說你勤力 你就一定得到那樣 如果我們了解這件事情 我們就很享受 我們目標的過程 如果你真的可以 我們有句話常常說 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 天給不給你 天不給你 是不是不好 在那一刻的感受 你覺得有些不開心 是不是 好像你努力也得不到一些東西 但是 你很成不絕對 你可能享受了那個過程 在過程當中 你可能得到很多東西 比如我們合作大家做些事情 我得到一些朋友 你有沒有珍惜過這些 原來在過程當中 我得到一些東西 但是你很多時候 不小心忽略了 你只有某種目標 那最終你什麼都會沒有 又或者反過來 你得到那個 所謂你達成的目標也好 達成到 那時候一定是開心的 因為你定目標也達成得到 但是我們也要小心 你的目標你達到了 會不會因為你達到目標 去到某個層次 你不好好懂得去 運用你達到目標之後 所帶給你那種狀態 而繼續 我們形容 一個不小心的胡亂生活 反而這個目標還會帶給你 有其他的不好處都還沒有 是嗎 那我們如果理解這一樣的時間 我們會比較容易去接受 接受一些東西 我們叫做隨遇而安 當然這個隨遇而安 不是說消極 你也可以積極的 不過積極之餘 我們要接受很多現實 記住 這個世界不是為你而做的 又或者就算為你而做也好 你覺得是好的東西 其實不一定是好的 這是答你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答你 雖然答得比較長一點 就是說你說科技的人 是不是交流遠了 對 我們要接受這件事 也是事實來的 科技有個好處 我們現在跟遠方的朋友溝通 多方便 美國 加拿大 和現在大家 Hello 你好 我們卡通得到的 但是我們變了有時候 可能會疏忽了 我們身邊很多很近的人 可以聊天 原來大家一起吃飯 我坐在那裡 你坐在那裡 拿著手機 對面桌的網絡 這隻雞很好吃 什麼 跟我說相當不行 跟我說這隻雞很好吃 是不是 搭了你 你幹嘛搭了你 又或者我拍一張照片 這隻雞真的好吃 那我覺得 可以這樣做 我覺得 一確是有些朋友 可以分享到你當下的情況 但是與此同時 我想大家坐在那裡 坐難得 其實我們現在很難可以坐在那裡 既然能夠有時間坐在那裡 既然能夠坐在那裡 我們就很快拍幾張照片 或者跟其他朋友溝通完了之後 我們珍惜我們這個溝通 我想把握當下這件事是很重要 因為人不一定有太多的當下 因為我們今天看到一些新聞 某某人又離開了 可惜的 真是可惜的 中國人傳統一些很傳統的 對於生命的變化 或者遭遇的經歷 很多時候會歸咎於什麼 一命二雲三盆水 你不行啊 他不行啊 他不行啊 他一運就行運 你運氣 當然我們是身外基督徒 我們就不相信這些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 我都更相信 自己是比了 我知道啊 你又不知道 誰叫你做什麼 做什麼你真的要做什麼 但不要緊要各自各的選擇 最重要是你感覺到 舒服 舒服 可以幫得到 所以我們應該怎樣去回應 或者去應對呢 罵他 我想跟你自己的成長背景也好 或者一些生活習慣 有些人會對自己很緊張 比如寶儀絕對是一個比較緊張的人 是啊 當然他緊張 從他緊張的原因是絕對好的 因為他很緊張這件事 他想這件事做得好 他很想心 但是有時你那個緊張 或一想心 未必能夠令到那件事 會理想一些 反而可能會令到那些人亡亂了 這跟性格有的 你說 我們說回你說 命是吧 我們這樣看 我們甚至乎 在我們的信仰裡面 有很多事情 如果我們從積極一面來講 我們怎樣去看這個命 究竟這個命是從何而來呢 我們就很清楚就說 其實上天對於每一個人 都是有藍圖的 當然藍圖當中 我們其實都有自己 所謂努力的空間 這件事我們不討論太多 但是你會發覺 我剛才說 我之前去嘗試答Ratina 那個問題 或者聊天過程當中 其實我都嘗試說出 我自己的一些答案 你以為不好嗎 對 其實不一定是不好的 中國也有句話 蔡英失馬 焉死非福 在那時候 我們失去的事情 失去一次 失去兩次 那我們就已經是失去 但我們一定要接受一件事 如果你覺得這是命 如果你覺得 那你就接受 認命 對 你要認的 但認之餘 不是讓你借了 因為你認了之餘的時間 接下來你還有很多機會 是不是 不要讓那兩件事 你失敗了就叫做 中了一生 其實不是你還有很多機會 更加要理解得到 你那兩次的失敗 其實可能給你累積了經驗 做人也好 做事也好 以至到你第三次成功的機會 會變得更大 對嗎 或者其實那兩次的失敗 你很不開心 我剛才說過 可能是一件好事 有時候有些事情得到 未必好 未必好 是吧 得不到 又不用苦怒 所以我剛才說 好像說得很遠 很遠 其實人生確實是 很多事情 我們無法掌握 但是人生有很多事情 我們可以掌握 起碼我們嘗試學習 掌握自己的心 是吧 我們的心很大的 大到整個世界都 裝好之餘 都好像還可以繼續擺東西 什麼意思呢 舉個例子 如果有些人他是很貪念的 假設有些人很貪念 本來我覺得 如果我能夠擁有一部 很漂亮的電話 我們很開心 當我擁有的時候 開不開心 開心 怎麼會不開心 開心很快 很快就過了 這部電話不行 接著又出另一部 好了 撇開電話的層面 你不講電話了 要講車 我不想講 要講樓 或者要講更加多 即是說 其實當我們去喜歡一件事 得到的時候 如果我們不懂得去當下一種感恩 或者好好享受 好好享受我們擁有的東西 其實你擁有的東西也是一種福氣 是吧 金錢也好 或者物質也好 其實是好事來講 我恭喜你 如果你能夠有這些擁有 因為我是可以享受 但有些人擁有了 他未必懂得去享受 因為他手握著一件事 他忘記了心想著另外一件事 是呀 那就很浪費你手握著那件事 手握著那件事 手握著已經是屬於你的 而且也是很辛苦的 是呀 你可以享受那件事 但是你好像忘記了 當有人跟你講過時間 你未有這件事 哎呀 不行了 我現在在想什麼大屋 多少千尺 如果你能夠用OK的時間 你可能會不會有私人飛機 更加是好 所以有時候如果一個人 是貪念的心 我又不是貪 不貪念的心 不去調整的時候 整個世界都給你 你都覺得還不夠 其實我這樣說 你剛剛說到很多 很多激到我內心的小宇宙出來 我以前 例如你扮個水壺 這個水壺很好 我已經很開心 但如你所說 現在呢 你已經有了這一步 現在也挺好 你又覺得 咦 好像沒有了那種喜悅感 沒有以前小時候 給你一個珍寶珠 很開心 開心半天 就是現在 為什麼那個人 會變成這樣 其實我們就算生活在香港 有吃 有住 有穿 其實都不是很憂 不是憂到第三個國家 那些人 但是為什麼都會這麼開心 我想其實其中一件事 我想我們每一個人 尤其是我們普遍來說 大家受的教育 比幾十年前來說 已經是普遍了 我這樣說 剛才我跟大家分享的 一些很普通的 我們叫常識 誰不會說 真的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說 但問題 那些人在這個環境狀態 說完之後 關了麥克風 或者剛剛說的說話 內容結束之後 當你離開了你的房間 或者你的空間 你要很快就投入回 一種狀態裡面 或者你忙繼續忙 你拼繼續拼 所以我覺得重要 就是你不是 會說 這麼簡單 我要說完之後 我要靜一靜 我接下來的生活 我怎麼選擇 是困難的 譬如說 舉個例子 你走到這邊 隨手可得 不要說隨手可得 是很容易 你就賺他一筆錢 不要說多少錢 對於錢的量 要求 總之對你來說 是有吸引力的 哇 我這裡努力 一個星條 或者努力兩個月 或者半年 我就有這塊錢 但是我不做這件事 我做這件事 這塊錢就沒有了 好了 我做還是不做呢 我想很多人就會去考慮做這件事 正常 這個需要 我真的需要這筆錢 我想說 需要 這件事 你講到某種狀態 某種的心情 這件事 真的有時候無法爭辯 什麼是需要 當然有些是很明顯的 我沒有這筆錢 我沒有這筆錢 我就買不到飯盒 買不到飯盒 我今晚就餓 今晚我餓也不要緊 我家裡有其他成員 他們都餓 這筆錢對你來說 那筆錢是否重要 按我的標準來看 當然很重要 我當然要努力 我當然要做一份工 兩份工 三份工 四份工 目的 賺這筆錢 其實現在很多人是 我很欣賞的 尤其是來到這個狀態 所以我不是討論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 我完全站在一般人 所大家認同的立場 我真的要 生活的需要 不要說那麼清高 絕對不是清高 但是當我們這個環境過了 痛苦過了 大家已經忘記了 就會找很多 你自己以為不足夠 人心覺得很不安全 那是什麼呢 希望能夠有更多的事情 就能夠安心一點 是嗎 這件事是理解的 昨晚也是這樣想的 我再說 我再說 這件事要懂得慢慢去調整 如果不是的話 我都說了 多少你都不安心 很辛苦 多少你都不安心 你以為 我記得有一次 我在 我出席一個場合 我去聽 有朋友分享 現在 有個講師 在外面說 他向一班人說 大家認為 有多少錢 才可以退休呢 其中有個同學 不知道哪些人說 那個講師說 200萬夠不夠 好像不夠 然後有個學生就說 200萬 美金就差不多 我心想 如果我 嘗試站起來 請問大家 各位 誰是 相對比較 不是太困難 可以拿20萬出來的 我心裏面有這麼想 意思是 其實 我們大家 很多人都不容易的 其實大家生活都不容易 或者其實我這一刻 如果我有20萬 我覺得很多錢 我知道 做很多東西 但不是 大家原來是想著 我沒有200萬美金 我怎麼退休 或者是 或者是 但是 我再說 你可以嘗試 為200萬美金 作為你生活的目標 嘗試努力一下 OK 目標 你可以繼續努力 但是你不要忘記 你有這個目標 與此同時 你生活在當下 當下 你先珍惜 你不珍惜當下 但是 一天沒有 一年沒有 十年也會沒有 如此類推 當你過了20年 30年之後 你繼續為你的目標 努力著 但是過往那30年 你忽略了很多 你可以 藉著當下的生活 我覺得這件事 是真實的 你可以掌握 或者你剛才說過的命運 這個命運 舉例 你這輩子 也不需要賺到200萬美金 OK 但是我們不知道 你經常想著這件事 你就沒有了這一分 沒有了這一秒 尤其是 不知道大家 我相信 中國人會比較忌諱 去紅市 當然是好 開心 去什麼白市 這件事我最懶惰的 告訴你 你說起這些事 我真的經歷過 不好意思 先拆開問題 OK 我很穩陣 有些人 今年我的榴槤 我就不適合去 嘟嘟嘟嘟嘟嘟嘟 連死了很親的人 都不去禮堂 不去寧堂 最後一面都不見 因為說 我今年進去 就怎樣怎樣怎樣 哇 死人了 是沒得見的時候 都是拒絕 要去靈堂 那裡 我當你不沾咬為用 你都去表示 親人迷 不是說那些 三十年沒見的人 你都不認得他們的樣子 為什麼呢 我完全是想不到 有些什麼能力 你會覺得 這麼 strongly believe in 你進去 你跟著的日子 你就會 當淡 或者你會 這件事 我真的非常非常認同 迷信到去這樣的地步 說 如果是我的朋友 麻煩你快點離開我的生活圈子 真是明明 正如阿周所說 有些人說 有些二千 二百萬美金 沒有我怎樣退休 其實 因為你知我做保險 做了這麼多年 我們幫人做一些 financial health check up 幫人計算 你現在賺多少 你想幾歲退休 這段時間 你賺多少錢 你的目標 你想不想 你退休的時候 還要回你現在的生活質素 如果你想要 就幫你計算 你必須要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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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多少 儲多少 投資多少 這就是當時我們的工作 但是 也真是說 人算不如天算 儘管你有這樣的計畫 也好 但是 有時候就是 一個浪蓋起來 你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可以所有事成炮影 所以其實我都會覺得 當下 我們又說回疫情 我們回來疫情 大家 現在很心急 走出去銅鑼灣尖沙咀 剛才我沿途走過 那些店舖 真的 我們經常光顧開的 都關掉了 你想想 影響多少family 多少人失業 多少人很旁王 這段時間 其實那個心理壓力更大 就是學習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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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的小朋友 有病又要看醫生 老人家 你不能節省的時候 暫時 我們未曾有一個solution 不知曾經經濟過 經濟會正常回應 在這一刻的時候 或者阿Joe 可以給我們一些意願 如何調整 我想兩三種狀態 我們未必能夠改變狀態 嗯 嗯 有時候 譬如我們 我們 努力 嘗試去改變狀態 所謂狀態 是自己狀態 比如朋友之間的努力 或者自己的心態 勤力一點 或者去接觸多些朋友 去開解自己的心情 或者甚至有些朋友 可以幫助你 直接在工作上 或者所謂的出路上 多一些可能性 嗯 有些意見 是的 我們可以做這件事 我覺得這是第一種做法 OK 第二種做法就是 我們做了第一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 我覺得是一定要做的 是不可以不做的 第二種做法 我們真的要接受現實 現實有時候是很殘酷的 真的 我們不開心 譬如我 剛才在說 為何 譬如說 有時死亡 這樣才算 我們說 雖然是忌諱 我們不討論 譬如說 我們不太接受這件事 但是 必然的 如果我們有一個朋友 或者親人 和自己很好的關係 他離開了我們 難過 當然難過 可不可以不離開 對不起 不可以 事實多 是吧 所以我經常說 譬如我們三個人在一起 現在 我們總有一天是分開的 問題是 是我先離開 還是誰先離開 我們不要介意去看這種 大吉利是 你說多兩句大吉利是 或者你不說 這件事不會發生的嗎 是不會的 也會發生的 我們一定要認知這件事 我為何提到這一部分 有時候我們面對一些苦難 我們真的沒有其他辦法 OK 我們真的要接受 我們真的艱難 我們真的痛苦 我們難過我們流淚 我們容許自己的心情 或者心靈 去經歷這些悲痛 但是不要讓這個悲痛 是充斥你生活的全部 這個悲痛是要經歷的 哎呦我們不要哭 不能不哭 難過不能不哭 哀傷不能不去難過 但是你接受這件事 愛上 但是你更加接受這個 哀傷完之後 你是有能力站起來的 所以有些朋友可能 在哀傷的後面 他接受不了 可能真的這個哀傷 就將他完全徹底打沉了 甚至生命都可能是賠償 我們覺得很可惜 是的 很可惜 但是剛才阿玉保賢問到 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我想說兩部分 一部分要積極 第二部分 你積極之餘 不是代表你一定行 你就一定要理解到 有些事情一定會發生 你就要接受 接受的時候 你不要說我好強的 沒事的 不是你給自己去哀傷 哀傷我們了解之後 我們希望盡快在哀傷裡面 能夠站起來 朋友很重要 朋友的互相幫忙 未必 你有難處 找你有難處 某某人是否可以跟他聊天 你沒有難處 當然不是 但是變成一個朋友 可能我不出聲 聽你講 聽聽你哭 安靜了之後 輕輕很簡單 拍一下你的肩膀 告訴你 你有朋友的 世界還有希望 又或者你是艱難了解 這個世界很多人都很艱難 其他人都有很多的艱難 我知道你是辛苦的 但不要忘記 你還有力量去繼續生活 與此同時 你還有力量去繼續幫你身邊的人 或者你經歷了這個痛苦 一定有其他人 接下來可能會經歷你之前所經歷過的痛苦 你是否有多一點力量可以幫到別人 所以沒有一件事 是完全百分之百負面的 我們了解 這個就是正正正式 是有血有肉的人生 而當我們回望這個人生的時候 我經常都嘗試和自己講 我這個人生是精彩的 還有很多的艱難 如果我這個人生 經常都是嘻嘻嘻開心心的時間 那你真的沒有經歷了 如果別人想找你幫忙 你沒有東西可以幫到別人 因為你沒有經歷 我這麼慘 你都沒有見過 你都沒有聽過 所以我覺得你這樣去理解事物 我相信不是一種的軟體精神 當然說很漂亮 很容易就說得出口 但過程當中 是一定要靠朋友互相的支持 可以令到這個 所以我經常說世界更美好 世界的美好不單止我們所眼看到的東西 美好是透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能夠多一些無私 這個世界才會美好 每個自私 這個世界就不會美好 你說到這裡 我又想問你 好 又說回我做保險的時候 保險是people business 我們每天都是面對著人 我們聊天聊天 也都是了解他的需要 提供提供提供的 在我們行業的訓練 其實那些年輕人跟我們說 你知我們叫做有數沒有數 是 沒有數是很淒涼的 經常要照費的 給阿Jer 給老頂 但那時經常跟我們說 那些年輕人的老一脫 就是說 你們沒有數的 不要經常跟沒有數的 那些人走在一起 是 這樣就會大家 你有新的 有新的樹都落 然後 有壞影響 大家是 阿蘭 阿瑞 兩個人是女鬥女 是 你越沒有數 你就應該找那些有數的人 去找他聊天 看他為什麼不成功 向他學習 或者學習 你覺得這個 在今時今日 大家相信 慘的人一定是多過不慘的人 今時今日 不只是香港 是全世界 全世界 各有各 老闆各有老闆的慘 打工也都慘 甚麼人其實都沒有好日子 只是這個疫情 已經令大家 已經是頭都爆了 心的負擔重得不得了 好了 但是 沒有數的 沒有跟沒有數 一起那麼多 就是說 你不開心 你沒有邪途 那些不開心的 那麼多 但開心的人 未必知道 你為什麼不開心 其實 應該怎樣 不然 我覺得你會有 Uncle's 我覺得我很不 authenticity 有人好归 hoping 我祝賴 從自身開始 我想自己要學習人生比較正面的價值觀 我覺得從這個開始才重要 就不是單單從某一件事 就算單單從某一件事能夠解決問題 接下來你又怎樣呢 如果你本身你的人經常都很消極 經常覺得任何人 我先講交友 有些人交朋友覺得你認識任何朋友 他都是計算你的 或者這些朋友都是信不過的 都是善利的 有些人認識也很害怕的 另一個極端就是 每個朋友都可信的 每個朋友都是好人的 這個不可信 每個朋友都是死黨的 都是好人來的 交心 我嘗試將兩種極端 如果你問我來說 當然兩種極端都有問題 如果你覺得前者 每個朋友都有問題 你這個人怎會開心 你怎會有朋友 你沒有朋友 每個人都會認識你的 都會算你的 或者是善你的 還有你落了一些難的 不是的 那你想分享 你內心的世界 又分享不了 或者很艱難的時間 想找人套苦水 那怎麼套呢 另一個極端也是很糟 是不是 每個都好人 突然之間 你的感情 你的感情包括 朋友之間 我們建立感情 這個朋友很好的 原來有一天你會發覺 也不是的 最順利的那個朋友 然後才被我 煽得最厲害的一幕 我也試過 那你以後 你可能對別人沒有信心 也不一定 我也試過 所以 我們做人要求一些智慧 是吧 智慧就是 譬如我 我個人 我個人 因為我都是傾向 認識的人 都是好人 我也是傾向這樣的 但是我要認知 原來有些人 其實不一定的 他都會很追求利益的 到最後的時間 有些什麼事 都是利益至上 你就麻煩你走到一旁 那有些可能 我首先一定要有這個認知 然後我就 我相信 求上帝給我一些智慧 我懂得去分辨 是吧 但是有時候 你說要有智慧就有智慧 可能你真是蠢 有時候你都會撞板的 那我哪有認知 譬如我認識十個人當中 我會知道有兩個 我可能會認識錯的 或者我會有一個認識錯 你要知道是這樣 以至到萬一我真的撞板 我會接受 原來我享受到我十個朋友當中 八個至九個的友情 以至到這個撞板 我看錯了 我要接納 如果你不接納 你這個所謂 滑了你這個朋友 是可以把你完全打垮 對 反過來我們不需要說 對 所以剛才回應你那部分 就是 究竟我們去怎樣 去黏一些什麼的人 才能夠有正向的能力 我們生活壓力很大 一定是由自身 本身你是一個什麼人 去開始 吸引什麼 你自己是要怎樣看事 如果你自己永遠都是負面的 你就真的去嘗試去結識一些朋友 或者跟人多些聊天 我不知道對大家有多少幫助 但是至少去多些接觸一下這個世界 原來這個世界都不是那麼灰 我原來不是最慘的 原來有時候慘 背後都得到一些 我們想像不到的一些 益處 或者是好處 從自身對於世界 對於社會 對於事物的看法 這裡有調整 你這裡有調整 到什麼壓力來的時間 不是說沒有 你的看法又不同 但是如果你本身 到一個極極的人 的時候 你就 神仙都難救 我真的很擔心 我身邊就是有個這樣的朋友 把自己封閉了 你可以幫助他 他不肯 他實在是 我希望你不會的 我能夠好一點 但是這一點 我可以馬上提點 你可以繼續用你的方法去幫助他 我記得努力 但是我要接受一件事 我們都說 你不是救世主 我們有很多事情很擔心 有些人很擔心子女的 在成長 小時候又怕他生活不到 又怕他學習很多擔心 長休九十九 首先你的擔心我認為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有剛才我所說的那種態度 起碼你的擔心不會太擔心 因為知道這個世界不是為你而做 很多事情你控制不到 只不過我們盡力而為教導他幫助他 到最後一定要放手 我們一定要學會這個放手 譬如說社工的 譬如我們很有心的社工 我們幫了一群人 你試試問一下他們 我想他嘗試幫十個當中 或者勉強幫到一個至兩個 另外那八個都幫不了的 甚至乎可能他的個案當中很可惜 有些又輕生了 有些又種種做了很多 即他不想見到一些事情 令你非常之不開心 怎麼樣 不開心 難過 但是要讓自己淨化下來 如果你有心的 嘗試繼續去幫其他的人 即我你說這個朋友 我自己可以說 就是你繼續去想一些辦法 去幫他 或者聽他講話 但是你一定要接所有東西 有一個可能你是幫不到的 如果你接受不到這個 你有可能幫不到這種的可能性 下次你就找人幫我 我經常找人幫他 這樣就很結的了 你明白嗎 我們要記住 我們不是所有問題都解決得到的 相反來說 我們很多問題 我們真的從問題的本質來講 我們是解決不了的 即我們一定要明白這一點 明白嗎 阿周說了一大堆 你不要看我 其實我真的解決到意思 我們沒有計算過 我們沒有計算過台詞 真的沒有 沒有時間 今天都學慈了大道 開放 對阿周 這是我們新地方 接下來我們會多來這裡做Line 很多朋友幫我們 發揮了團隊精神 我想講一講 很簡單 我剛剛聽了阿周說這些 我有聽到 阿周提到我們 我們的目標 可以設定 可以設定我們的目標 設定高一點 但是 過程 我們一定是遇到很多問題 我們是預計不到的 因為很多東西都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我們就是神不是人 所謂生活就是選擇 那怎樣選擇 令自己的生活更加好呢 不是說什麼都不管 什麼都不做 很灰很暗 只要設定你的目標 但是我們照樣去做的時候 一定是有失敗的過程 我們是要接受 我們是要去面對 還有身邊如果是可以的話 盡量去接近一些 不要太負面的人 不要太負面的朋友 都接觸一些比較正面 大家一起去衝 大家一起去努力 大家一起有溝通 聊聊聊聊 那你就會發現 其實生活都不是那麼艱難的 那命定就是說 如果你認識朋友當中 剛剛這個聽到 就是說 你也是照樣可以去和朋友交頻結友的 每個人都因為他的性格不同 但是當你發現到這個朋友 原來他是這樣的時候 你首先就是要 那句話就是要由自身開始 我們經常做事都會 說你不是吧 應該都是要由自身開始 我就懂得到這幾個點 我又或者會 我又這樣看這段疫情 大家都很難受 對 最難受的不是現在我們在經歷的事情 是不知道將來如何 對 對 到你不想 有時候 睡在這裡 眼光光的時候 你就會有很多事情 會做的 對 這段時間 我身邊也有些朋友 打電話來 雖然我不要試試 Jo 或者黃桂蘭 那些 positive thinking 但也有些朋友打電話來 對 我都想知道 怎麼算 對 我問怎麼算 除了問老友之外 我還問神 神 我怎麼算 我是有問的 真的在他上面尋求智慧 吞我們的心靈 因為他才是最好的醫生 Anyway 或者我用我一點點的意見 跟大家說 不要經常在家裡 屈在家裡 是呀 走出去 走出去 會開車的 兜個圈 去一下交往的地方 望一下天 望一下海 這個世界還是很美好的 你看 天空還是有陽光 海還是藍色 做一些事情 不要困在家裡的四面蟲 抱著枕頭 膝頭 攪眼淚 因為這樣一來幫不到你 二來 因為我曾經患過抑鬱症 最好知道 是好意令你有抑鬱症 是越來越低 是越來越低 我想補錯一件事 剛才說了很多 如何面對這些艱難 我必須要 心底裡去誠實 是的 是真的有很多艱難 我不是說到沒有什麼艱難 而這種艱難 你會往往看到 就是 我們首先 的人要走出來 要接受別人 真誠的幫忙 這是很重要 有些人 他是艱難 但他又不好意思 他又怕騷擾到人 你一定要出來 去接受一些真心 去幫助你的朋友 當然 不是真心的 你覺得不舒服 那些沒得說 但如果你覺得對方是真心的 你不要拒絕他 有些人怕臉皮薄 怕不懂 你便要學 我都說了 如果人家真心 如果人家真心 就不會知道 是吧 有時未必是金錢的 或者人家真的幫你 搬衣搬路 我不懂就出聲 叫別人幫忙 現在有很多的 外面有很多的 比如說 一般的社工也好 機器也好 或者有很多 有很多的 透過你的朋友 都可能會認識一些 你一定要走出來 願意接受 還有這個世界 有很多人是很艱難 當你自己跳過這個難關之後 你會不會想一下 咦 我今天過了 我是不是可以幫回一些其他人 你想想 在世界上很多 很窮困 很艱難 有時我們透過電視 看到一些畫面 現在不一定是電視 手機都看到一些畫面 上網什麼都看到 你見到 你真的覺得他們很淒涼 我不是說 你見到別人是淒涼 而自己純粹覺得沒那麼淒涼 不是純粹這件事 你便會覺得 我們都要一起努力 我們如果力量是多一點的時間 我們在那部分來說 有空間的話 手可以伸得到的話 是不是都可以幫助他們呢 我想這個世界就會 會給我們空間 去發揮到我們 一些的力量 所以 有難處的 我不抹殺這一點 但原來在難處當中 我們可以選擇 生活得能夠 開心點 有力量的 並不是 記住有難處 不是絕望 而難處的背後 如果我們透過一些 比較正面的選擇 我們依然是更加影響到 我們身邊的人 都沒有海鳥 你看看 沒有人 經歷過這個艱難 到最後 他竟然這樣也想得到 原來他才是 比我更厲害 如果有這種力量 你說多好 大家互相幫助 我想有一點補充 你說幫助 如果你有能力的話 去幫助一些 需要幫助 其實我有個心願 留意我Facebook的朋友 你也知道 我經常分享 貓貓狗狗 因為我這樣看 我自己覺得 貓狗的毛小孩 真的不懂得和自己發聲 所以我們如果 真的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盡量都去幫助 一些小蠔鞋 特別是那些浪浪 我覺得這個也很值得去幫 我知道很久 我知道 所以我很喜歡和你溝通 媽子 我覺得自己的心裏 可以幫助這個社會的事情 有些人喜歡幫助公公婆婆 或者是幫助自願團體 幫助一些什麼什麼組織 而我自己 我就覺得 我真的很想幫助這些小毛孩 我一定 好了 其實我們今天的Live 都做了很久 很精彩 我相信 如果大家很多時候 因為現在都在上班 未必看到Live 但我不斷分享 對 不斷去Live 人生 我們學周華齋 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阻押不了的 當我們想做一件事 但又做不到的時候 不要掛念自己 最重要是你盡力 真的盡力 還有 我也要學習 需要幫忙的時候 打開一下自己 不要覺得 我又怕煩到他 我又怕他 他又怎樣看我 我就會求神給我有智慧 給我有智慧 給我有智慧 也給我有天使 好像Joe 這幾年都是我生命的天使 別多說 一個就是我姐姐是寶珠 這些也是我生命的天使 我們一起努力 疫情很難過 世界變得很動盪 我們有很多的擔心 但是有些擔心我們是處理不了的 我的做法 我相信Joe的做法 我們會努力祈禱 為這個世界 為弟兄姊妹 為所有的事情去祈禱 求神彰顯公義 求神來眷顧我們 教我們怎樣走路 都會是難的 但難之餘 不要原地踏步 看看怎樣慢慢 爬都可以爬出去 永不放棄 好像我牙痛了那麼多天 我今天都很放棄 我明天又要去清牙 好多謝Joe 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大家有什麼想問Joe 或者分享你的意見 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可以跟Joe商量 因為他最近 我們都比較緊密聯繫了 真的要互相的支持 心靈上 實際上我也想的 其實我想補充幾句 有些朋友都知道 我近來都開多了Live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做網店 有些朋友就覺得 為何你開Live 又不是賣東西 我也會賣東西 但我自己覺得 生命生活 不只是工作 只是賣東西 我覺得有時候 你可以跟人分享你自己的東西 如果你分享途中 有些人都覺得 我也是這樣 產生了一個共鳴 我覺得這件事 比賣東西 其實是更有意義的 是的 當下你可以做到什麼 大家努力去做 沒錯 繼續努力 永不放棄 多謝各位 多謝大家 我們的Live暫時就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想說 可以留言 或者我們盡量找多些嘉賓 來豐富一點 大家聊天 可以再聊天 大家可以再聊天 大家可以再聊天 好嗎 我們保姨媽子雨天 你的生活雜誌 我們在這裡暫時發放證明 祝福大家 大家加油加油 大家加油 永不放棄 疫情快點過 拜拜 好